Ayo聊世紀 天移龍心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看馬薩爾人對上馬力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是馬薩爾人 馬薩爾人呢 他有天生的免費的鍛造技術 就是我們俗稱的義工 這個能力呢 可以讓他一升到封建時代 跟城堡時代跟帝王時代 立即都獲得相對應的 這個時代的攻擊力的加成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時 打弱馬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手 甚至也可以搭配槍兵 拿到一個槍兵互打的優勢 所以馬薩爾人的封建時代 還是要打一個極限弱馬開局 會更適合一點 但是他的團隊加成 最近的改版 改成這個馬攻的製造速度 更快一點點的關係 所以馬薩爾人 後期抱這個反驅弓馬攻的時候 也會更強勢一點 那後期可以點下精冠技術 點下這個精冠技術之後 就會有反驅弓 反驅弓的能力是增加異攻的傷害 還有異攻的射程 讓他的射程 變成重裝馬攻裡面 射程最遠 也是攻擊力最痛的馬攻 那馬薩爾人 還是比較適合打騎兵路線 他的其他方面並沒有特別強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馬力的部分 馬力人的話 最大的特色是挖黃金 有這個速度加成 而且挖黃金的時間會更久一點 而且村民挖黃金的攜帶量也會更多一點 那馬力的步兵呢 每點一個 每升一個時代都會增加一點的遠方 那他主要還是打這個騎兵飄漢精神 那飄漢精神點完之後 騎兵也會增加這個攻擊力 就是加5點傷害 肉馬加上這個駱駝 都有到達14攻點數傷害 非常高的一個騎兵果 但馬力人呢 他出攻兵其實也OK了 城堡時代時候 因為馬力人他這個挖進速度很快 爆攻兵速度其實也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目前看到下方有果汁 下方有黃金 左邊有石頭 下方有黃金 那目前看起來馬力這張地圖比較尷尬的是 這個黃金在左邊附近的部分 比較偏向靠近敵人的部分 所以待會這邊被攻擊會很難受 但左邊這一個地方應該是可以守得住的 因為他待會應該會往這邊圍 圍下來這邊 或是直接圍到底都有可能 那如果是圍到底的話 會花費資源更久 而且防守來說不太容易 但這張地圖看起來 感覺不太好圍 因為他正面上面這個黃金礦 也是要守住 然後右邊裡面的地方可以圍 那評分來說他只有三四十分 感覺上來說是不太好圍 但是後方果汁還不錯 那很有可能馬力人還是要打一個 折衣防守 可能只能選擇一邊 這裡圍死 然後左右兩邊可能都是要靠兵去擋 這邊圍死也不太實際 因為要花費太多的資源 可能要到城堡時代之後 才會可能圍得好 好,來看一下馬炸這邊 馬炸這邊目前看到的是 果子在上方 黃金在左邊 那木頭部分總共有三片 還算可以 那附近的部分呢 是在前方 還有右邊 那石頭在前方 其實有點慘 兩塊金都在正前方 那上方的話有野金 但是唯一的好處是他的果子 跟黃金都在裡面 所以在前期的部分 防守應該問題不大 防守成本也比較廉價一點 沒有這麼的昂貴 那這邊可以稍微圍一下 這邊圍到底 就差不多了 那左右兩邊呢 這邊也可以考慮直接圍到底 或是直接圍出去 都是可以考慮 那兩邊都是一個沒有到非常好圍的 但馬炸來說 比馬力人更好圍一點 因為他這邊可以直接圍到底 左邊就是邊界 這邊圍一下 這邊圍一下 然後這邊圍 圍到底 這邊就可以全部圍死了 但遇到這種情況 這個圖很難圍 或是圍的地方太廣闊 大部分的高手們 都不會直接圍死 而是圍一面地方 然後另外一地方 可能就拆了城堡防守之類的 會更多看到這種事的圍法 這樣的好處是 你可以更快灑下農田 去轉出自己的單位 對自己的經濟來說 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好 那這邊看到馬扎的人 直接打了一個十八匹 弱馬開局 好 均勻也下了 好 瑪莉這邊是圍到封建時代之後 點下了一擊伐木 好 好 受根技術補下 一擊伐也補了 打一個一龍螢幕的開局 馬扎爾這邊可能會直接爆出大量的肉馬 一擊伐就很不點了 因為一擊伐的話會等於是少了一隻肉馬的量 那如果你是需要肉馬堆疊傷害的聖母文明 像是馬扎爾人 或者是法蘭克人 這種一開始肉馬就有優勢加成 可能一龍這個東西就不用點 雖然法蘭克一龍就不用點 那馬扎爾的部分 一龍的話 這邊如果點的話 肉馬就不可能出那麼多了 很容易就被擋下來 就像現在這樣子 這就是點一龍的優勢跟壞處的一個地方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如果數量跟對方一樣的話 自己的優勢就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好處是現在撒農田 就可以吃到壹農加成 可以馬上趕快撒出更多農田來 那上方肉馬再繼續跑 瑪莉這邊用四隻肉馬守住了一開始的問題 但這邊確實是左邊圍到底 那你看這邊挖拉兩隻村民來圍 其實防守的這個成本有點過高了 這邊都各操一下 直接圍死 右邊也是圍死了 這個圍這麼大 這些木頭拿去撒農田 對不對 46個木牆 就意味著46乘以50 乘以5木 可以撒快三片田吧 再加上伐木工的建造時間 還有移動時間 這些時間 種種零算加起來 這個木頭可以多撒3到4片田左右 好那馬札這邊果然是圍到底 這個地方也是往下圍到底 哇靠你們兩邊都圍到底 這麼硬喔 來看一下馬札這邊是投資了多少木 趕這個48 笑死 兩邊都是一個大爆尾啊 沒人想要打快 快攻 好那我們就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城堡實在兩邊怎麼會打 那這場比賽我記得是2000分左右的比賽 兩邊算是還是沒有這麼的想去打一些極限操作的 還是會打一個正常開農上去 但其實高手們都會比較會打前期 所以主要是因為前期的投資報酬力高 你投資下去的兵力喔 可以壓制對手 投資更多的防守 或是給對方更多的壓力去轉兵喔 或是會讓對方出現一些經濟的失誤喔 所以前壓出兵喔 是一件很好的一個打法 好那馬薩爾人這邊已經點下了二級色 直接轉出馬功 三次劍場出馬功 哇這個有點厲害了 三射箭場馬功喔 這個打法比較常在兇人看到 馬薩爾直接出三射箭場轉馬功 雖然是不錯阿 而且他現在有這個20%的馬功生產加速 感覺二射箭場就差不多了 他有可能想要第一時間出大量馬功 給對手極大的壓力喔 才有可能這樣出的 好馬力這邊是三TC 開龍馬達爾這邊是單TC 三射箭場給對手最大的壓力 那馬功的部分的話 老頭就沒有這麼好反制喔 雖然一樣可以著想喔 但是人家馬功有射程的優勢喔 不是優勢喔 這個有射程的關係喔 而且還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所以要瞬間上去反制老頭也不是辦法 那現在馬功到處開始燒樓 馬力這邊 經濟一開始有點變得不太好囉 這邊應該會先轉弩炮出來擋一下 老頭沒有空好 上前走到了面 直接走到他人家臉上 肉馬想要去抓老頭 但是直接收到成竹心裡 現在這一波的燒樓 並不是非常的明顯喔 唉唷 結果這邊用燒到一村了嗎 哇這邊燒樓有料了喔 這邊轉出了一些騎士想要擋一下 應該有人會說 達馬功喔 到底用騎士還是駱駝 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是要看你的駱駝有沒有加成喔 像是你是什麼薩拉生人阿 有這個血量加成喔 或是你的駱駝是驅主弱人的駱駝 或者是印度斯坦的駱駝 有這個攻速加成喔 那出駱駝一定是OK的 但一般的文明來說的話 出騎士的好處喔 是比較慘一點喔 比較可以用自己的防禦 去扛住對方的傷害 然後再搭配老頭去補血 還有給對方壓力 駱駝的話 雖然打馬功喔 有外傷害加成 但駱駝本身的遠防防禦力 是不太夠了 所以還是很容易喔 被對方這樣子打帶跑 收掉很多的駱駝 當然你的經濟夠好 爆出當駱駝 直接壓回去喔 也是沒有問題的 但總共一句話喔 對付對方的工兵喔 最重要的是要點下二防 那瑪莉這邊是很早就點下二防 所以這邊出騎士防守 我覺得問題不大 所以也沒有一定說 已經要出駱駝還是騎士這個話題喔 這個有點是需要看經驗跟判斷 還有這個 有沒有加成這個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一半駱駝一半騎士 這樣出的去打 也是沒有 沒有什麼太大意見 唉唷唉唷 砸到了 砸到資格了 唉唷 這邊有彈道水阿 好準 這個出的是投石車 投石車的話 馬功是有機會可以 秀掉的喔 這個馬功雖然太多 直接射掉了投石車 後方老頭大軍開始著翔 但很明顯喔 瑪莉這邊有點被壓制住了 只有兩邊都有馬功在騷喔 馬大人這邊也轉出了3T系開農 經濟來說 雖然還是落後大約快20吋 但至少現在有開始追上對方的感覺 而且軍事上來說 還是馬大這邊有優勢 這邊老頭繼續著翔 剛大概一直被射擊 感覺老頭要被收光了 這馬功射得非常開心阿 掌了一發 三隻騎士出來 撐一下 馬功沒有在控喔 所以看這個騎士打馬功效率很好 只要對方不會打敗跑的話 背頭馬功死傷慘重 只剩下不到10隻的數量了 瑪莉終於反擊了回去 開始轉出了弩炮 好 這邊17隻的馬功 要追去打馬功嗎 瑪莎這邊開始轉出了大片農田 可能是要來上帝王Style 但這邊轉出4T系耶 T系也是夠農的 這邊投資車預判個一下 再掌個一發 OK 都市打個插邊球 瑪莉這手點下了手推車技術 那村民處來說 還是瑪莉這邊領先 瑪莎人大約15村左右 經濟上來說 瑪莉這邊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但是她這邊剛剛被燒了很多 所以實際上經濟上 可能也沒有贏太多 好 寶石車還在出 目前瑪莉這邊想法是出更多的投資車 對方就躲不掉了 對方就躲不掉了 好 投資車開閘 哎呦 差一點都砸到 但是瑪莎上前硬A 結果找到自己的騎士 所以說為什麼 有些高筒 出 投資車不太喜歡的原因 就是因為 很容易長到自己的兵 然後對方會秀馬功的情況下 投資車就沒這麼亮眼 這邊馬功秀得真的很漂亮 打得非常好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穩扎穩打 打去消點對方的馬功 血量的話 還是用奴炮會更實際一點 因為對方是很難閃掉奴炮 就串燒傷害了 但投資車的話 有這個拋物線的關係 還是很容易躲掉這些投資的傷害 好 瑪莉這個時候 已經點下了 裝甲步兵升級 好 裝甲步兵已經升級好 好 這邊要直接升級為常見兵嗎 哇 補下了非常多的軍營 基本史代還有一分半 瑪莉打步兵喔 我們開頭會講到 每升個時代遠防特別高 但是對於打馬紮爾的反驅攻 會不會有效果 就不好說了 因為本身馬功 就已經是打步兵的一個單位了 好 而且比這個工兵更是克制 步兵單位的 這邊他可以拉倒 可以一直瘋狂瘋身 他是瑪莉人喔 他這個圍兵步兵移動速度沒有特別快喔 雖然遠防特別高 其實瑪莉打常見兵或是見兵勇士喔 的話 你可以考慮打一些工程器單位 奴炮之類 不是那麼推薦 可能瑪莉人還是要轉一些騎兵喔 出了洛瑪也好 但又出肉馬又出見兵勇士喔 可能肉量會不夠 看要不要轉 奴炮之類的會更好吧 或是飛到女獵手 但飛到女獵手 感覺要出的話也不是可以出到非常多隻單位 可能二三十隻喔 就是極限 畢竟瑪莎人的這個馬攻攻速喔 比飛到女獵手的攻速還要再更快 所以瑪莉人打馬攻路線喔 真的是不太好打 不然就是直接果斷喔 放棄打這個 劍兵勇士 用大量的駱駝 甚至騎士喔 壓過去喔 也是一個考慮範圍喔 不然就要轉戰矛了 但瑪莉的戰矛實在是 有點手短喔 沒有三級射 但是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坦是稍微能坦 但也不是一個好辦法 好 因為人家天色比手短喔 還是可以第一時間先 先手必勝喔 時間打久了還是會有虧了 好 除非 對方就是一直不推 然後就一直跟著方換 那才有可能打得贏喔 好 這邊劍兵勇士數量來到了45隻 非常多的數量 但劍兵勇士的升級還有一分鐘 那時候瑪莎蘭已經點下了 重裝馬功升級 還有安息人戰術化學反驅弓 也點下了 直接把所有的馬功科技點完 好 只剩下工兵抬甲還沒有點而已 好 這邊直接一個閃陣 讓奴炮的串燒傷害 效果變到最小 好 瑪莉這時候的遠防有1加7 變成劍兵勇士1加8 遠防9 遠防9 對上12弓的重裝馬功 打下只有3滴血 但這邊數量10S太多 而且攻擊速度很快 雖然劍兵有事 攻擊速度也不差 好 劍兵有事直接往前走 沒有想要理這些馬功的意思 想要去 燒到瑪莎這名村民的部分 好 瑪莉這邊瘋狂再出 劍兵有事往前推 想要把戰場 拖到對方家裡 而不是自己家 好 但馬功部分還是太強大了 反曲弓射程又遠 順利的解掉非常多的劍兵有事 右方的巨型偷襲已經架了起來 好 劍兵有事的發動應該差不多了 唉唷 左邊又溜了一對 哇 這邊劍兵有事砍到了一些數量囉 但依舊扛不住反曲弓的傷害啊 反曲弓實在是太痛了 而且馬大這邊馬功數量還越來越多 數量已經高達到73隻了 劍兵有事數量也很多 57隻 上前硬尻 好第一時間應該要趕快先把巨頭先尻掉 好 痾 劍兵有事有個小小缺點啦 馬力人沒有三攻的關係 對劍兵有事傷未稍微弱了一點 好 按這邊硬扛 馬功 好像馬功損失的數量也很多 好 左邊馬功大軍鴨鹿 看左邊這邊劍兵有事喔 還是砍到了蠻多村民的 好 好自民劍勇 最後再砍掉了大約六隻的馬功 這邊有事想要上前嗎 這時候馬渣人點一下大洛馬的升級 還有轉出馬鎧 這也是馬渣人後期很厲害的地方喔 如果直接打馬功 後面需要用馬 只要升 他的這個騎兵的科技 再加上馬鎧 就可以直接使用 三攻都不用補 成型速度很快 好 爬兩件名字是想要去追逐後方的馬功 好 右邊還有一頭馬功也在分推騷擾 這邊騷擾的見面有事也要被擋住了 這邊控馬功會控得很累喔 好 各位沒什麼在控 這邊走進來應該就爆了喔 這邊有非常多的村民 好 這時候馬功終於走到裡面 這邊 到來走上高地 看這把木槍的守護低調了 好 右邊的馬功已經走到農田地帶 也是開始騷擾當中 這邊劍兵有事 後面這一口不知道在幹嘛 那邊走來走去 完了 不是控得很好 劍兵有事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把所有的集野點都塞在前面了 看來是沒有想要回舊的意思 而是要直接前壓馬殺人家裡 那馬殺後面已經用大量的馬功 尻掉了一堆村民 村民這邊只剩下94村 感覺這一波馬力有點受到重傷了 肉已經斷到零肉 好 就更少量的劍兵龍士往前走 好 這邊劍兵遇到了小隊 開打直接上前硬吃 應該是不是吃掉 哇 馬力這邊的想法是 想要用自己的挖金的優勢 挖出更多黃金 用挖金的速度 用這個死的黃金的方式 然後轉一堆農田 可以轉出劍兵龍士去 跟對方的資源交換 但這個交換換起來 感覺並沒有很賺 雖然馬功雖然很貴沒有錯 但是自己瑪莉亞的劍兵龍士 老眾多隻 也是需要黃金的 受不了直接打出了聚集 出了229隻的劍兵龍士 卻打不贏 這邊出了162隻的馬功 雖然劍兵龍士的遠防非常高 1加7 不是遠防9 是遠防8 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1加7的遠防 還是扛不住馬功的12攻的傷害 打一下 居然還有 4滴血 還是蠻多的 那我們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馬渣這邊拿下 失誤的部分是由馬力 黃金的話也是馬沙爾 因為馬沙爾有控圖的優勢 那這個資源分布看起來是蠻正常的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開地址來說就很慘了 馬沙爾的話這邊是1.97 一隻馬功可以換兩隻劍兵龍士的交換筆 這看起來 馬功還是有主動選比較重要 劍兵龍士雖然遠防很高 但終究還是坦不住這個馬功的傷害 反而屈弓還是略勝一籌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